如果做完的話,請你再跟TIFF這個檔案比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 它好像 還是這個陰影好像還是 好像展開太大了,所以你可以 再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反正就跟這個完成檔越接近越好 至於細節,我想你們就自己再花一點時間 去把它做出來 然後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第四題 將 再將去被完成的這個縮小 90% 放置在右下 並且設定那個圖層活動膜強烈光源 所以 也就是說,完成檔這邊好像有一個 其實就是90%的一個蝴蝶 那理論上應該是水平翻轉吧 所以我們第一個,可以把這個圖層按右鍵 把它怎麼樣 把它直接 選的話,記得按右鍵要點右邊這邊 按右鍵 複製一個圖層 然後呢 這邊的話呢,我們就要圖層4好了 然後按確定 這個時候就有一個一模一樣的 再來的話呢,我就讓它水平翻轉 先把它變成90% Ctrl T 或者任意變形 然後呢,記得第一步把這個鎖鎖起來 這邊改成90% 記得這個鎖一定要鎖 因為不鎖的話,變成要打兩次 9090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打勾 把它移到右邊 移到右邊之前,你可以先水平翻轉一下 還記得吧,在這邊有個水平 在 編輯的變形裡面就有個水平翻轉 然後呢,把它移到應該的位置 再進哪一個 看一下 因為這樣子看不太出來 好像它這邊 就是有 超過這裡一點點 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好像 下面這邊也有在往下 所以 把這個再往下一點點 大概差不多 假設差不多 這樣一個狀態 那只是說呢 它那一張圖 做了一個叫混合模式 它這邊就是 混合模式強烈光源 那這個在哪裡 其實也蠻好找的 直接在這個小說圖上 快點兩下 找到 混合模式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叫什麼 強烈光源 有沒有看到 強烈光源在這裡 你就把它點擊它就可以了 所以以後 混合模式裡面有哪一些 我是建議 你大概把它稍微 稍微 也可能要記一下 因為有些 或者甚至你將來可以自己 在做 作業的時候 可以自己試一下 就是換成 別的樣子 不一定要跟原來 一樣的設定 不一定要跟題目一樣 強烈光源 有沒有發現 強烈光源之後的話 應該就比較接近完成的樣子 OK 按確定就可以 那因為它沒有講到說要設定什麼啦 所以我們就 不去管說它要 做一些什麼不透明 或填滿的相關效果 甚至你會發現 這個 原來的陰影是不是要把它打過取消 這個它也沒講 所以你可能要參照一下完成檔 自己再比對一下 看一下跟 原來 跟那個 完成的 不一樣 如果有不一樣 你可能自己再調一下 OK 好像它這個 兩個還沒那麼接近 就這樣子 好 那最後的話呢 就是 再把那個什麼 那個 字的部分 把它 移過去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最後 這邊有一個 蝴蝶這兩個字 那指的就是 這個蝴蝶 要把它變成像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其實第一個 大家把字 變成 一個什麼 變成 這個 黃色的 有沒有 再來的話 它背後其實是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 這個底 但這個做法很多啦 我看一下 你可以是在複製一個塗層把它放大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填成白的 它也是一個 或者是用那個什麼 陰影的效果 好像也可以做出類似的 那我看題目要做什麼 題目是說 他說要設定 內陰影 而不是另外再做一個塗層 所以呢 我們待會再來看好了 請各位先把那個 就是 另外一張的 另外一個 蝴蝶 把它先完成 畫面先還給各位